现在开始示范 如何以 资料视觉化的技术 来帮助我们了解高龄者在安养中心 玩Kinect电玩收集到的 的资料 以便让我们了解个别高龄者的 一些使用者状况 这个资料视觉化的程式是以python 加metaplablab 开发而成的 所以我们首先把这一支python的程式 用Anthorpe Canopy的idle打开来 可以看到 这是一支用python加metaplablab 开发而成的 资料视觉化程式 然后把我们要分析的资料copy一份放在这里面 那现在不同的folder 代表是在不同的安养中心收到的资料 里面首先有一个总表 列出来 在我们收集的使用者id 比如说id1237890 以及这些使用者在 哪一个日期 他玩电玩的资料 资料档的档名是什么 然后呢 在这边的每一个档名 比如说 1016203 1016203 那里面就记录着 使用者在玩Kinect电玩的时候 手部移动的 XY的 的资料 OK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呢 来run这一支程式 那这支程式开始run的时候 他会把 他会自动的到这个Excel 表里面去截取 不同的使用者id 比如说这边 这个Excel表 这个高零安养中心的使用者id是1237890 123789011 OK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选取我要分析的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9号这个 然后呢我就可以点 plot heatmap 他就会帮我把这些资料 转换成热区图让我来观察 首先他会说 我开始 抓 从刚才那个Excel表里面 抓id等于9的logfile 抓到这id等于9的logfile之后呢 他就开始来处理每一个logfile 那处理完了他就开始画图 那 如果说图比较多的话 他会render 好几张图出来 所以他现在render第1张第2张 好现在图render出来 我们就可以观察好 这个id等于9的在2013 9月28 他玩了一次 在2013 10月11号玩了一次 2次3次4次5次6次7次 然后10月18号玩一次 再来玩2次玩3次玩4次 玩5次玩6次 OK然后我们可以从 热区图去观察这个使用者 他在玩 那以这个id等于9的使用者而言呢 他的热区图基本上蛮一致的 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现在再挑另外一个使用者 比如说 使用者11 产生他的 热区图 所以现在看到就是 他去抓使用者11的logfile OK所以第1个logfile 因为有 8个 玩了8次 所以花了一点时间 那这个logfile 应该也 因为有9次 所以也花了一点时间去处理 那这个logfile也花了一点时间 因为玩了7次 OK所以他 这个 id11的玩比较多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 抓了蛮多的file 然后他现在在render Render第1张图 因为刚才有 8 10 19 加 26 26 33 39个 图 所以他 要花 一些时间去画 不过这个 基本上就全部都是 Python程式 自动去做 所以Render第1张 第2张 第3张 第4张 因为一张图我们大概画 15张 Hitmap 所以38张我大概要 花了5张图 OK我们从 从第1张来看好 这个使用者id 等于11的在9月28号 你可以注意到他的 热区图那个时候都是一点点 再过来到Figure2 到10月份的时候他的 热区图就散开来了 然后再来到11月他的热区图也是散开的 所以我们从观察这些热区图的变化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 统计分析 所不能了解的使用者个别的 一些状况